好 这个教学会有点痛苦 首先我把和弦做了分类 分成了四种 一种叫做根音在五弦的 一种叫做根音在六弦的 也就这两页 这两页它没有标注极品 它都是相对位置的 你可以在上面移来一起都是通用的 然后每页又有两个图 一个是major大三和弦 一个是minor小三和弦 所以2乘2等于4 总共也就这四种 好 再来每一个和弦 能够弹的音 我又把它分成三个颜色 蓝色叫做绝对不会错的音 其实就是和弦内音了 和弦内音听起来就是呆呆 但绝对不会错 那我们学的那个C A G E D系统 讲的就是讲和弦内音的事情 因为你怎么弹都是和弦内的音 但是这样就太无聊了 所以有一个绿色 绿色是可以玩的一些音 当然它也包括和弦内音了 这是我经验 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比较常玩的 可以滑 可以锤 可以双音 等等 然后特别标注了红色 就是有些音要很小心 它通常是 Doremi Fa Solashito 的Fa跟C 因为这两个半音 它是有点半音关系 它在不一样的和弦里 有些很好听 有些不好听 这个你要特别注意的 所以我把它标注成红色 那现在讲有点 有点晕了 我们就做示范 开始 好 那我一个一个示范 总共有四个 一个就是根音在六弦的major大三和弦 都对 因为它都是蓝色的那个音 就是和弦内音 它怎么弹都对 但是会呆呆的 所以你就要加一点东西 比如说 这两个就是和弦外的音 也就是我刚标注为绿色的 这个音 我标注为红色 就是 它是一个Fa 就是说 在一级里面的Fa是可以的 但是在 大四和 四级的和弦里面 这个Fa 就变成一个调外音了 这是一个调外音 但是也有很多音乐是这样用的 比如说 像Oasis的歌 或者是The Rolling Stones的歌 常常会有四 四级的四sus four 这样子 那这你就要自己决定 你要不要有这种风格 这种歌如果是在 华语的民谣里面 就会比较突兀 那我们讲了六弦的 那五弦的呢 G的五弦在这里 满多的可以 通常我是玩这个 在比较低音步 高音步的话也有 那我们再讲回小的 如果一级是五的话 如果一级是G的话 通常我们一六四五 那六就是E minor 在这里 那这个有什么好玩的呢 在五弦为根音的 min和弦里面 我常常是玩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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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都是对的音 二弦也可以 这里有一个哦 那如果根音在六弦呢 那可玩的就很多了 因为它就是一个我们熟悉的 这个M形之形哦 大概就是这几个分类哦 那我们先来聊